美国公司Tesla首度在岗刊展 展示这款价值超过百万的电动跑车 车身绞结 行程时很宁静 对环境带来很大的好处 这间美国公司成立只有八年 他们相信香港是迈向亚洲和内地市场的影响地点 第六届国际环保博览 特别以共创低碳经济为题 展示一系列节能减排的绿色产品技术 中营香港亚洲环保会议 亦都邀请了业界翘楚和内地官员 介绍国家十二五计划带来的环保机遇 内地展商比亚迪首次参展 推出了E6电动车 充满电后可以行300公里 最高时速达到100次 香港展商Venix介绍以电子电气回收的电路板 造成各款特色的灯饰 切图 摆设等 澳洲展商Because We Care 介绍他们以素米粉加上多种天然物料 造成的环保购物袋 经济展览特别以环保足迹为题 作为门口布置 这些富有特色的竹子 将会在展览完结后 一直到机场进一步推广环保概念 香港公司Cabolo将园艺设计 花园布置的产品概念 介绍给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消费者 他们首次参展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接触更多的内地客户 这个展览会我都期望 比如有些大陆的visitor 因为其实我觉得环保的意识 现在在大陆政府都很努力去推广 希望可以介绍给中国国内 绿色生活概念进一步植入现代生活 日本展商Kori Masa 推出的这款微型人工植物工厂 利用水和LED灯就可以培植蔬菜 不用化学肥料 较一般的耕作快60倍 Horimasa在香港成立分公司 他们还打算拓展生产基地 将这种崭新的种植系统 大规模生产 推广到其他亚洲和内地市场 以后再次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注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兰 起码 üş制作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镜与点点栏m